全臺公家機關大量聘用臨時派遣 等非典型聘用人員 為保障聘約人員 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擬據聘約人員 人事條例草案 規定三等以上聘約人員 可在禁用滿三年後 任特定機關有職務職稱 不過卻遭質疑是未建制酬庸開後門 也憂心恐將排擠公務人員名額 他要告訴社會大眾說 他到底會不會影響正式公務人員的職位 如果今天這樣的門一打開 會大量影響正式公務人員的職位 那顯然會大有問題 他也很難被大家所接受 人事行政總處表示聘約人員人事條例 是針對特定專業領域 如研究員科技機構 延覽高度專業人才留任 將聘僱人員整合在公法契約聘僱關係下 也強調聘約人員並非政務人員 更不會取得公務員身份 不會破壞現行文官考試制度 還是以身份職業人員 他並不是國家考試公務人員 他沒有他沒有轉成有職等 他只是擔任有職層的職務 所以他的薪水還是用聘約人員 我們他本來需多少薪水 他需多少薪水 他身份沒有改變 另外公務人員革新聯盟提出質疑 聘約人員人事條例針對聘約人員 仍然比照行政契約聘用 依舊無法籌組工會 建議比照適用勞動基準法 仁氏行政總處則回應 草案仍在持續徵詢各界意見中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